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11月份通常是股票和债券需求最大的月份 而数据也证实 在过去一周内 快速资金量化交易员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增持了约100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 而根据高盛的估计 他们可能需要继续增持 高盛还表示 如果上涨势头持续 商品交易顾问在未来一周内增持全球股票910亿美元 并且在未来一个月内可能增持2120亿美元 全球基金经理也在疯狂买债 美国银行发布的最新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因确信明年利率将降低 基金经理对于债券的看好程度 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 债券超配头寸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高 76%的基金经理认为 美联储本轮加息已经结束 在鼓舞人心的通胀数据的支持下 今天股市在潜移交易日强劲反弹的基础上 开始盘整消化 基准时间期每日收益率在周二跌破18个基点后 今天交易时段上涨了于10个基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宏观数据 今天公布的美国10月PPI月率 录得负的0.5% 布局预期的0.1%和前值的0.5% 为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个数字进一步表明整个经济中的通胀压力 正在减弱 反映最终需求PPI指数较上月下降0.5% 这一急剧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汽油价格的下跌 政府数据显示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PPI保持不变 与一年前相比 整体PPI上涨1.3% 而核心PPI涨幅为2020年初以来的最下 然而并非所有经济数据都是积极的 因为零售额也出现了下降 美国10月零售销售月利路德负的0.1% 好于预期的负的0.3% 但低于前值的0.7% 创今年3月以来的新低 为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但是在趋势上 随着美国进入假日购物级 这种下降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而且这次美国10月零售销售的下降幅度 小于火尔街的担忧 再次表明美国消费者的状况 仍好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 这可能正是在数据公布之后 美股不为所动的原因 不过零售销售报告出炉之际 正值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 在经历了今年大部分时间的强劲增长后 开始走软 10月份雇主增加的就业岗位 是9月份的一半 失业率自4月份触及几十年来的低点以来 已经上升了0.5个百分点 10月份通胀有所降温 预测人士预计 今年最后几个月整体经济增长将放缓 这些预测者预计 美国人在去年夏天 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支出后 将会缩减开支 零售销售占消费者总支出的一部分 而消费者总支出 却占整体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 家庭正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 美联储今年将利率提高至 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通过减缓经济活动来对抗通胀 这导致借贷成本的攀升 比如抵押贷款 期差贷款和信用卡余额 工资增长放缓和对就业前景的信心下降 可能会使消费者不太可能继续大肆挥霍 在疫情早期积累的大部分积蓄已经被花完 总之收入增长放缓 过度储蓄减少以及信贷条件受限 将限制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零售数据没有经过通胀调整 因此可以反映价格变化 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零售报告主要反映的是商品支出 而不是住房 公用事业和旅游等大多数服务支出 美国商务部将在本月底发布一份更完整的支出报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好消息 在民主党的支持下 美国众议院以336票赞成 9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权益支出法案 降低了联邦政府11月18日关门的风险 这对新任议长约翰逊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联邦政府的资金将得以延续到明年初 上述法案先将提交美国参议院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领袖 米奇·麦康纳尔军表示 预计该法案将很快获得通过 并在临近的周五截止日期前被送交给拜登签署 约翰逊提出的权益支持法案 不包括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约翰逊表示 他将考虑在未来几周内提出一项补充拨款法案 以处理对以色列的额外援助 以及加强美墨边境的安全 和他的前任麦卡锡不同 预计约翰逊不会因达成避免停摆的协议而付出政治代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动向 11月初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披露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 当时财报显示 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总额达到1572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印度人士一直在猜测巴菲特减持了哪些股票 而现在终于水落石出 伯克希尔哈萨维向美国SEC提交的最新13幅报表 文件显示 巴菲特在最近一个季度减持了多家美国蓝筹股 共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股票 包括清仓了7支个股 这次清仓名单包括动式暴雪 通用汽车 工程塑料生产企业塞拉尼斯 以及部分消费类股票 包括伊兹国际 强生 保洁和联合包裹B类股 动式暴雪可以说是消息面的提前布局 巴菲特倒是认为并购消息公布前 动式暴雪仅60多美元的股价 与微软每股95美元的收购价格相差太大 是一次并购套利的好机会 今年10月 微软正式将动式暴雪收入囊中 巴菲特也完美退场 获利颇分 此外 巴菲特还全面清仓了手中持有的2200万股通用汽车 巴菲特曾表示 汽车制造业在全球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无法产生有细腻的回报 在减持股方面 巴菲特在三季度减持了能源公司雪佛龙 科技公司惠普 其他减持规模相对较小的个股 还包括了亚马逊 在新建仓方面 巴菲特仅买入了17亿美元的股票 其中包括自由媒体公司和音频娱乐公司 总体来看 与去年买买买的不同 布克希尔今年进入了卖卖卖的阶段 2023年迄今 布克希尔前三个季度 共从股票出售中获利约236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净买入金额为489亿美元 截至9月30 布克希尔哈萨维共持有45只股票 其中最大的头寸包括苹果 美银 美国运通 可口可乐和雪佛龙 主要集中在技术 金融 能源 消费 通信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披露的一部分 布克希尔表示 该公司在报告中 隐去了至少一项持股 并要求SEC对其进行保密处理 有媒体指出 布克希尔在进行重大投资时 偶尔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三级报显示 布克希尔现金储备中的大部分 最终都变成了短期美国国债 在利率具有吸引力的情况下 巴老的操作并不奇怪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 零售巨头塔吉德发布财报 调整后 美股盈利超出预期 销售额不及预期 不过这次财报会议 抢风投的却是塔吉德首席 知情官康奈尔的一番评论 他将盗窃描述为零售上的噩梦 他说该公司正面临不可接受的 组织盗窃犯罪 2023年 其涉及暴力或暴力威胁的盗窃案件 增加了120% 限制了产品的供应 并使团队和客人处于危险之中 之前塔吉德因为有组织的零售盗窃 宣布关闭9家门店 在近期披露的财报中 几乎所有商家都将零售盗窃 作为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过去两周 基本所有商场相关的公司 均提及这种犯罪行为 对其业务和员工的影响 而且因此由于下调业界展望 市场的反应也非常剧烈 对于商家而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可能导致商店关闭和裁员 美国零售协会的数据显示 与盗窃相关的损失 已经超过了千亿美元 并且呼吁相关方面 加强执法和起诉流程 打击此类犯罪行为 6月刚生效的新法案 可以提高在线交易的透明度 阻止犯罪分子通过在线市场进行销售 但这并不是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 来看股价 股价从过去一年的250美金左右腰斩 这次财报虽然销售额不及预期 但每股盈利超出预期 塔吉他的表现又于之前的一场串零受伤 这次该公司似乎找到了终极秘方 即关掉亏损门店 因为实践证明 虽然努力支持过黑命贵 但还是被照抢无误 这种做法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与此同时 塔吉他将进度股息提高了1.9% 达到每股1.1美元 支持公司连续52年增加年度股息 继续服务股东 股价的跳涨也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态度 美银认为 塔吉他将涉及于第四季度 和明年毛利率持续上升的机会 摩根·史丹利分析师指出 塔吉他的可自由支配库存减少了19% 这表明该公司在调整库存方面取得了进展 而无需采取增量降价和促销措施 大摩认为 牛市通往170美元的入境 现在得到加强 甚至零售业繁忙了一周 大型零售商纷纷发布季度业绩 加德宝和塔吉他的销售额都较上年有所下降 但降幅没有华尔街预期的大 众所周知 消费是美国经济的发动机 消费是今年夏季美国经济的关键词 目前经济学家认为 经济衰退的声音越来越弱 大型银行以及部分航空公司的公司财报 也透露出了类似的信息 经济增速确实是有放缓 但由于消费支出 继续高于多数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预期 美国经济出乎意料的还在增长 那么如果出现衰退会发生些什么呢 在此情况下 我们可以参考美国1981年衰退 以及2001年衰退的情况 1981年以及2001年衰退的背景 都是通胀持续回落 经济基本面维持疲弱 PMI从高点回落并快速跌落至无视以下 在经济基本面低迷的背景下 除非美联储执行较大力度的货币宽松计划 否则美股仍然会面临下调的压力 而如果美联储只是停止加息 美股的反弹更多的源于估值修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美股的表现将趋于震荡 可能取得一定的超跌反弹机会 但整体反弹空间不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中美首脑已与骤惊山握手 双方试图遏制不断升级的贸易和军事紧张局势 华尔街对此次峰会的短期成果持谨慎乐观态度 因为投资者可能会对双方达成更频繁会谈的协议感到满意 最后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同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